好 金曲獎最後到處了 今天要來聊的是 台語的準歌王歌后 首先帶你來看到的是 許富凱 好 這一次他的作品 吳牧大學在講的是 林森北路的條通文化 已經是八度角逐 台語歌王的他 其實在三年前就拿過一次 因此這一次 我們前陣子就有跟許富凱 聊過說他自己心情怎麼樣 他說比起自己拿獎 他更希望團隊可以受到肯定 緊接著來看到的是林俊逸 他曾經在第四屆的金曲獎 入圍過最佳新人 所以他這一次入圍過 入圍這個台語歌王 他更要感謝的是江惠 他提拔他 而且也建議他說 他可以往台語這條路發展 緊接著來看到的是 律師歌手蘇敏淵 他這一次在專輯當中 他化身成為城市的觀察者 唱出人心中的絕望跟孤獨 而且其實他在四年前 就已經拿過歌王了 好 說到完突破這一次翁立宇 他在他的台語專輯裡頭有歌曲 竟然想要把中文的文言文 給改成台語 一度是要難倒翁立宇 那麼緊接著來看到的是鄭平 鄭平今年除了入圍台語歌王之外 也入圍了最佳新人 就講該他哪一個相信粉絲比他還要緊張 好 我們聊完了這個準台語歌王之外 我們要來接著看到的是準台語歌 首先要來聊的就是 已經是第十二次入圍 而且是連續四屆入圍 目前已經要唱第三座 這個台語歌後的黃飛 好 黃飛的這一張十八般武藝 講的是女人有多麼的不容易 必須得扛起一家的大小事 甚至講出的是女人心事 緊接著要看到的是 在去年在金曲獎上拿到 特別貢獻獎的林秋莉 她的遺孀熊美麗今年也入圍了四個大獎 如果能夠拿 相信對她而言意義非凡 緊接著要看到的是 江蕙怡她在這一次的專輯 是以作夢為主軸 而且其實回顧她在2019年跟2022年 就已經拿過歌后了 同時有工程師身份的她 戰績同樣很輝煌 好 選秀出身的蔡家蓁 這一次已經是第三次入圍女歌手獎 那麼其實她在這一次的專輯當中 把企劃跟她自己很多的秘密 都給放在裡頭 那麼最後呢 則是要來看到的是Banai 因為她這一次入圍的是台語歌後 其實她其實之前也入圍過 華語女歌手獎 好 你也喜歡台語作品嗎 聽完我們的整理 也不妨把你喜歡的作品 拿出來再聽一聽囉 以上是今天的最新情報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可以一起問 是個總部 記得嗎 我們都認真